它越吸水越大隻 然後放了一個裡面它變成超大隻的那種玩具 嗨 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玩一個我沒有看過的玩具 玩恐龍 玩恐龍? 是 我們要哪一種恐龍? 是吧 這個恐龍嗎? 是 這個是一般的恐龍模型啊 我們沒有要玩這個 我們要玩不一樣的 我們要來製造恐龍 我們一起來做恐龍好不好 好 登登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東西來做恐龍 它一共有12個 然後有好多顏色 有黃 紅 藍 綠 四種顏色 那我看它後面的介紹 它說把它丟到水裡面 它就會突然溶解變成恐龍了 不能在這裡拍 因為我們這裡沒有水 所以我們現在要移動到 別失去 出發 好我們出發吧 GO 好我們放了大概半盤的水 我們現在要來把這個恐龍膠糖丟進去囉 我們還是要來把這個恐龍膠糖丟進去 好 如果盤子有點絕對太大 不知道啊 老公要抓大了 誒 我麻糟了要放出來了 它自己滑掉的啊 阿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運啦 好 要加高嗎 看 打 有嗎? 開一個卡 對,牠是毛的毛 有耶 戳牠快很多耶 那我持續會變大 會變大 會變大 你還叫得出三角王嗎? 這個是叫的 放到水裡面 要放到水裡面,牠就會慢慢跑出來 放在水裡面,看到到時候 可以變多大 好多 這就是我們剛剛 透過水溶解膠囊之後的層底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以為是小時候玩的那種 牠越吸水會越大隻 然後放了一個裡面,牠變超大隻 那種玩具 不是,牠就是海綿 然後牠的驚喜也在於 你並不知道每一顆膠囊 牠會變成什麼 這個要吸盤 像我這個是扇樓 然後... 三角樓 三角樓 這個是翼樓 會飛喔 你應該是怎麼會飛 你應該是晚龍 那忘記蕭包把它肢解 所以肢解的部分的話 其實這遊戲還不錯啦 至少牠非常可愛 晾乾之後就變成一根 可以拿來貼牆壁啊 還是可以拿來做 所以就是一個樣子 壯士的恐龍玩具 真的耶 牠可以藏在那個 手指頭的那邊 這邊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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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還是不要變魔術好了 bau 一 二 好像 一 有 일� 你們 哇 可是 女 嗯 腳